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9月11日 大阪樱花时应炸晃钢萨多 周六下午 日本职业联赛将上演一场精彩的比赛 届时对阵双方分别是大阪樱花和炸晃钢萨多 两队上仗交手最终大阪樱花3比0完胜炸晃钢萨多 闸晃钢萨多惨遭联赛主场三连败 由此可见近期闸晃钢萨多状态十分糟糕 是意在占大阪樱花有望全取三分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虽然两队在经济联赛中表现不相上下 但按球队近况来看 大阪樱花还是处于闸晃钢萨多之上 曾在季中一度遭遇11场联赛不胜的大阪樱花 近期在联赛中开始找到迎波感觉 他们先后击败大阪飞角和炸晃钢萨多 期间共攻入4球失灵球 球队攻防两端表现十分理想 纵使上仗面对炸晃钢萨多场面并不占优 但大阪樱花在比赛中把握机会能力更胜一筹 球队前锋松田力在其中发挥出色 要知道此子已经连续两场联赛取得入球 从双方交手战绩而言 大阪樱花目前对阵闸晃钢萨多正处于4连胜之中 在此情况下 前者的球员在心理层面上必然更有优势 此番大阪樱花依然是迎面较大的一方 阵容方面 后卫靖腾亮又和中场青五红四阴伤缺阵 另一边 闸晃钢萨多近期表现太过不尽人意 近期接连对阵鸣鼓乌八经和川崎前锋都未能取胜 本以为上仗即将面对实力于几队接近的大阪樱花 球队有望用一场胜利一改颓态 但在全场控球帅接近六成的情况下被对手连入三球 遭遇联赛主场三连败且一球未入 队内射手安达陈洛佩斯的离开无疑让进攻重任落在小伯刚身上 但此子进三场未能贡献入球 也直接影响了球队成绩 再者 闸晃钢萨多经济客场胜率不到三成 而目前球队也处于联赛客场三轮不胜的境地 显然闸晃钢萨多想重回正轨还需要做得更好 按现实的状态出征面对大阪樱花 球队依然难有胜算 金铺闸晃钢萨多确实难以高估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2 对 What 2 3